台米彈峰清洗 臺灣東部風雨越來越強 花蓮市區出現驚悚狀況 畫面中的大樓樓頂 鐵皮頂不住強風狂吹 竟然硬生生被吹落 這時一樓正好有一輛白色轎車 整塊鐵皮硬生生砸中車尾 來帶您看一下現場狀況 一聲巨響白色轎車的車屁股 整個凹陷 駕駛下道往前行駛又緊急刹車 男子下車後似乎也不知所措 因為自己的愛車大半車殼 還停留在原地 事發在花蓮中心路上 整塊鐵皮頂不住強風 從大約六層龍以上的高度坠落 直接砸中轎車 根據了解轎車後座的乘客 直接被鐵皮砸中 當場喪失生命跡象 目前送醫救治當中 詳細情況還有待後續離期